记录片《西藏战事》 星期四在纽约举行国际首映仪式 这部长一个半小时的影片 记录了旅居瑞士的藏人歌手骆腾南林 拖一口象征西藏缓慢死去的棺材 从博尔尼走到日内瓦的旅程 这个旅程花了53天 从博尔尼到日内瓦 我带着帐篷 睡在任何地方 只要有空间 有一次我睡在坟地和死人睡在一起 那里很相合 骆腾南林说 媒体和政界对西藏不断发生自焚事件的冷漠 让他产生了自己行动的冲动 我说 如果你们不说 我就自己行动 告诉你们的人民西藏的情况 尤其是最近 为了下一代能够保持西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有142名藏人自焚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传递的真正讯息 就是希望西藏人民获得自由 该片导演是瑞士电影制作人多米尼克·杜都 只是在他出发前一个星期听出了这件事 然后就决定了 我遇见的所有不同的藏人 听到他们的故事 每一个都很强烈 令人难以置信 没有一个藏人愿意过流亡生活 但是他们回不去 仅这一点就很感动 在为恶化的西藏局势担忧的过程中 骆腾南林曾在瑞士议会表决 与中国自由贸易协议时 当面告诉瑞士财政部长 签约就是和刽子手握手 焦虑使他变得越来越激进 他冲撞不卖饭给他的华人餐馆老板 他和温和派激烈辩论 这位连蚂蚁和苍蝇都不杀的佛教徒 甚至觉得有时候必须像坏人一样行动 我们被迫去想我们不应该想的事情 我甚至很不幸地考虑过拿起枪去战斗 内心的苦闷 将他的旅程延伸到了印度达兰萨拉 精神领袖告诫他 必须现实地对待西藏问题 我们寻求的不是我们胜利 别人失败 而是互利互惠的方案 达赖喇嘛告诫他 不要做激怒中国人的事 把中国当成敌人没有帮助 不是吗 如果我们能够打败中国 那么你对抗他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不能 因此我们必须小心 令人深思的是 洛腾南林说 不是达赖喇嘛的教诲 而是他的述说方式 使他产生了对精神领袖的同情之心 也感动了自己 从而改变了激进立场 美国之音 方斌张真 纽约报道 是沿尔德派对的 是沿尔德派对的 对这些人就能够打在这里 是沿尔德派对的 这些人是沿尔德派对的